国内目前第四波新冠疫情还在高原期 但7月1号开始 随着中央纾困振兴预算到期 民众服用新冠一号就必须要自费 一盒大约要价1500元到1800元 会福部也特别提醒新冠一号在国内属于处方用药 民众如果在国外电商网站购买 除非有事先申请 数量在12盒以下 否则就会违反药事法 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可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警 清冠一号紧急使用授权到明年6月 给厂商有时间进行临床试验 申请正式药证 但民众从今年7月1号开始 确诊要服用清冠一号 则要回归自费 因为中央纾困振兴预算6月底到期 之后要由中医师开立处方间 才能自费购买 一盒价格约1500元到1800元 确诊的话我们就会去买来 买来喝对 可是现在如果补助没有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像我们就不会再特别去买了 坦白来说第四波疫情还是有上来了 如果能再稍缓或是说 不要差价差这么大 还是可以比较好 第四波疫情看似还未降温 要民众自掏腰包意愿不高 很多人反而转往这边购买 国外电商网站曾上架清冠一号 未来恐怕比在国内更容易取得 但民众想在网上订购 台湾取货要小心处罚 因为新冠一号在国外网站 被归类为健康食品 但在国内是处方药 如果没有先向卫福部申请 或是购买数量超过12盒 都会违反药事法 新冠一号目前是我国EUA 那它是属于处方用药 但是民众少量制用的部分 它是可以提出申请的 那如果是12盒以下 的话可以向卫福部 中医药师这边进行输入的申请 就怕民众大量购买 在台湾贩售获利 如果未经申请从国外购入 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 网购很方便 但进口商品 还是得留意相关法规 记者桃轩盖的第一条报道 想吃个水果有这么难吗 有民众前往台南一家大卖厂 买了一盒300多元的山竹 总共有5颗 但其中有两颗像是石头一样硬 怎么也剥不开 甚至用菜刀都剥不开 画面泡上网之后 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猜测 可能是买到果王 坏掉了才会剥不开 手拿山竹 一下两下往地板 一阵猛敲 结果外壳却丝毫没变化 没关系 借菜刀直接搬出来 切下去 坑坑两身 竟然还是不为所动 不放弃 连钳子都拿出来了 还是剖不开 双手一摊 实在拿这颗山竹 没办法 我真的常常也试过 狼头 老虎钳 刀子 我都试过 就是打不开 简直太神奇 李先生前往台南一家大卖厂 买了一盒5颗的山竹 总共359元 结果其中两颗 却比石头还硬 PO文直呼保证丢破一片瓷砖 都没问题 影片在网络曝光 也引发大家讨论 有人说买到坏掉的了 这是被山竹耽误的棒球吧 根本买到果王 民众从卖厂走出来 就是买到像这样子 硬邦邦的山竹 那到底要怎么剖开使用呢 专家现在教你怎么判别 那这颗就比较熟 照理说一般用手拨 就能轻松拨开 同时也实际切给大家看 会硬到开不了 推测只有这种情形 人家传统我们说A狗的意思 就是说他已经不会再酬成 算是万中全 山竹怎么挑怎么吃 水果店业者也顺带教大家 小配方 他呈现几个花瓣 就是大约就是几个果肉 享用过程 其实都不必太担心 毕竟要遇到像石头一样硬的山竹 几率真的相当低 记得沉不沉庄 起源告诉我 苗栗竹南镇公所睽为两年 在中港溪出海口举办龙舟锦标赛 今年总共有39支队伍报名 但头粪和竹篮青工会 在季军赛中发生了意外插曲 头粪青工会竞争失利 要被拖回起跑线的时候 因为风浪太大 造成龙舟侧翻沉船 还好15名选手都有穿救生衣 全数平安 我们去海上救生协会的男人 必须要不要去哪分吧 龙舟准备转弯 船身突然向左倾斜 大量吸水涌入 逐渐沉默 主持人发现急忙呼叫救生演员 赶往抢救 结果猜不到几分钟 整艘龙舟船身船尾 没入水中 只剩龙头还浮在水面上 传承了 龙舟的龙头 这样浴水怎么办 再快 龙舟一番船上数位选手通通漏水 还好都有穿着救生衣 全被顺利就会按边 这是睽違疫情两年 苗栗竹南中港西 龙舟锦标赛重磅回归 今年一共有39支队伍报名 由于竞赛地点 临近出海口 阵风涨潮又吹起西南风 不少参赛队伍的龙舟状况连连 不是偏离赛斗 就是搁浅在红树林 最后则是由苗栗县消防局拿下冠军 特别难滑 因为它除了是逆风之外 而且还是逆流 滑起来的时候风阻特别大 虽然在过程当中有遭遇到我们的帆船 但是每个选手都是同心协力 龙舟比赛碰上沉船插取 这场原本由头份青工会 与竹篮青工会教竹继军 尽管最后头份青工会落败 区区第四 围城还发生龙舟不胜进水沉没 依旧获得现场民众的掌声 因为这是他们近12年来的最佳成绩 可以说是随败游荣 解荣心结 苗栗 差不多 MeToo事件持续在演艺圈延烧 一名网红日前在脸书上爆料 说曾经被一名演员性侵未遂 还透露对方目前中风 有儿女常演出好爸爸角色等线索 让外界联想到资深艺人廖骏 由于廖骏即将因动脉流开刀 遭影射更直接影响了百万代言 下午跟儿子一起到派出所提告 廖骏的儿子更爆料 这名网红有私下跟他们联系 改了口 主着拐杖来到派出所前提告 MeToo风波在演艺圈延烧 收到艺人廖骏 日前一名网红发文 点名虽然这个人已经中风 但在大家眼里是个好爸爸 也演好爸爸 只供他借由要给演戏机会 要教台语对自己性侵 还好没得逞 虽然为指名道姓 但网友询问是否姓廖 他没否认 影射的就是廖骏 引发轩轩大波后火速删文 即将因为动脉流开刀的资深艺人廖骏被卷入风波 影响的代言恐达上百万元决定对网红提告 廖骏回顾约在七八年前看到网红在报纸刊登卖手提琴十万元 跟他联络 第一次见面网红带着妈妈一起来 第二次带网红去找制作人寻求演出机会 这一次网红也有带着他的妈妈 从头到尾就只见过这两次面 廖骏儿子更爆料这名网红私下有跟他们联络改了口 记者私讯网红但未独未回 七十一岁的廖骏不忍了主动提告 要在动刀前捍卫自己的清白 这台北最后报道